三更半夜街頭轉角這個人 穿著白衣 披著長髮 還吐著長長的紅舌頭 竟然在街頭半鬼嚇人 民眾轉破了直播影片 揭露惡行惡狀 網紅凌晨三點多開直播 朋友半鬼嚇人 地點就在彰化園林廣陵宮對面 有車經過沒發現 接著車又來了 他們趕緊落跑 原來是警車 跟他起來 跟他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 扮鬼的人脫下道具白衣 藏在身上穿的衣服底下 直播主自以為好笑 笑到停不下來 有人補給 他們搭配周章 農曆七月三更半夜不睡覺 跑到街上扮鬼直播 到底為了什麼 這樣有流量喔 這樣有流量喔 原來為了網路流量 惡作劇當有趣 這樣的玩笑 好笑嗎 正常人都會規勸這樣 就是不禮貌的行為 不問整年喔 還是不怕人比較少 怕人比較少 民眾踏伐這樣的行為 實在不好笑 扮鬼嚇人 涉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發現有兩名男子 刑期可遺 經原警告誡 不得有裝鬼嚇人的行為 這名直播主抖音有十萬多的粉絲 自稱走搞笑路線 警方到場的時候已經脫掉了道具 告誡之後離去 他們也知道這樣的行為不妥 才會匆匆卸妝躲避 網友爆料說 這名網紅也曾經在旅館的廁所浴缸砸蛋糕 這次還鬧到出動警方 為了充流量失了分寸 TBS新聞陳志仲吳舒平 彰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